《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攝影我 我不是很和旅行會掛勾的 其實是因為我開始覺得 原來你要熟悉一個地方 你才能拍到這個地方裡 內在的好處或者不好處 但當你去了一個不熟悉的地方 其實你拍了照片 簡單來說 其實那張 你只可以叫做一張觀光或者旅行相 你只是一個表面 一個最表層最表層 你永遠不知道它裡面發生什麼事 但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年紀大了 不是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你隨街叫我拿著相機 我拍不到相機 完全拍不到 我反而更有興趣是認識當地的人 因為當地的人其實才可以給到一些 那個地方真實的一面給你看到 這件事很難得 譬如透過一些藝術活動 或者一些攝影節 去認識到一些大家 我可以說可能是自動獨立 或者大家喜歡拍照的人 可能譬如我們去日本 整個攝影節 其實他們所有的人都來自日本不同的地方 他們有不同的經歷 當你去了解他們 他們會說一些你去旅行 普通是不會聽到的故事 或者他們一些自己的自身的經歷 這件事是 我覺得令我最滿足現在想去旅行 是這件事 其實不用太多資料 在旅行的時候 如果你太多資料 其實很多東西是沒有什麼驚喜的 當你只要知道你的目的地去哪裡 其實我覺得足夠 去到發生什麼事 就有它自然發生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去計劃那件事 只不過我朋友幫我去找一些 大家上去的地方 沒有什麼原因之間 有一天看到一張照片 又覺得這個遊樂場很有趣 我對遊樂場一向都有些興趣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住東九龍 其實那時候在新茂江奇有一個遊樂場 我想如果年紀小一點的人 應該不會知道 那叫啟德遊樂場 小小因為我和爸爸去的遊樂場 這個是比較佔多數的 那時候很小時候讀小學 那時候我爸爸已經開始去這個遊樂場 這個遊樂場其實是對我有很多回憶的 其實之前我自己都試過去廣州 找一些舊的遊樂場拍照 那次其實是很刻意的 因為我租了一輛車 走了幾天去不同的遊樂場 但是那時候我都不覺得 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因為一流遊樂場的樣子 不是太相似我而小的那個 二來我發覺原來 所有事情 其實真的不是太好的 去到台灣其實最大的驚喜就是 我找到一個地方 竟然跟我以前小時候去過遊樂場 那感覺很接近 我其實估計不到裡面 我會去到是會怎樣的 因為我很少會去一個旅行 不知那個地方是甚麼事 只是知道我在一個廢墟的 我存在這麼簡單 當你知道的時候 而去到 突然間那種驚喜是很難形容的 譬如摩天輪 那些火車 甚至迷路圈那些 你小時候是全部經過或者玩過的 還有你會去到那個地方 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除了有那個回憶之外 甚至你會聽到那種 好像有人在玩遊戲的那種聲音 或者一些波子機的聲音 那些感覺很奇怪 全部都回來了 我覺得這種聲音是 你可以說我是一個幻想 但也是一個放不下的回憶 好像我小時候不見了的東西 我可以在一塊不屬於我的地方去拿回 這件事的感覺很強 就是香港我找不到 但為甚麼我會去台灣找到呢 那兩三個小時內 其實給了我很多 很多小時候的回憶 其他的旅行其實沒試過 所以這個是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